Roberto Clemente的雕像 Peatsburger 哇 可以看到Pitz堡的天際線 你覺得今天的比賽怎麼樣 難看 今天是完場的比賽 距離比賽開始大約還有三個小時 球場還沒有開門 我們決定照例先來球場商店逛一逛 絕對不要有黃線的那一個 你才想要拿這個 蛤 你看這隻復古蜂 這是特別的 他到底跟長龍蜜 怎樣 怎樣 我們今天要造訪的球場是Pitz堡海盜隊的主場PNC Park 這座球場從2001年落成之後一直被譽為全大聯盟最美的球場 球場的建築風格是走復古路線 淺黃色陶瓦的外牆顏色完全就是致敬海盜隊老組場Forbes Field 但是跟老組場Forbes Field不同的是 PNC Park就座落於Pitz堡當趟三角洲的對岸 外野看出去就是鮮黃色的Roberto Clemente Bridge 與Pitz堡市區高樓華麗的天際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這座球場也是1950年代以來的新球場中 唯一一個只有兩層看台的球場 所以所有位置都讓球迷可以很親近比賽 也有人形容它是最有小聯盟氛圍的大聯盟球場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海盜隊PNC Park的門口 這個門是在左外野側的門口 這邊這個雕像是Willie Sturgill 秋號Pops的Willie Sturgill是海盜隊在1970年代 可以拿下兩次世界大賽冠軍多次國聯冠軍 以及分區第一的核心人物 他也是唯一一個拿下國聯MVP、國聯冠軍賽MVP 以及世界大賽MVP與同一年的選手 那我們現在呢就到了中外野的這一個門 這個門會是球場最早開的門 然後中外野這邊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Roberto Clemente的雕像 Clemente是在1972年的最後一場例行賽 敲出了第三千隻安打 所有球迷應該都有信心 當時才37歲的他可以再繼續堆高紀錄 沒有想到在休賽季他搭飛機去尼加拉瓜震災 做公益的路上飛機失事全體人員罹難 這個悲劇也讓大聯盟破例在他時候的隔年 直接將他加入名人堂 在中外野的門的後面這邊就是這個 以這個球員命名Roberto Clemente Bridge 這個橋一般是可以讓球迷 從P之堡的當場直接走到球場所在的北岸 但現在很可惜這個橋因為在整修的關係呢 我們沒有辦法實際上去走這個橋來看球場 我們現在人在PSC球場的外野 這邊有三姊妹橋 再過去是Andy Warher Bridge 然後再過去是一個叫 Bratchel Carson Bridge 我們在球場旁邊的名人堂步道入口 發現了好多退休球員的背號 現在我們在河濱的這條步道 每一顆球 都是一個球員 都代表一個球員 不一定是名人堂球員 但是是有重要意義的球員 都在這邊 好 看到這一個 Roberto Clemente的球到了 1973年 你看 時候的第二年 直接加入名人堂 這邊可以看到P之堡當場的風景 現在大概在 比賽開賽前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球迷站在外野這邊 然後準備好手套 要準備來接球了 因為 其實現在 是打擊練習的時間 所以其實球有可能會打到 呃 外野這邊來 在外野的走道 可以看到幾個這樣的旗桿台 在外野的走道可以看到幾個這樣的旗桿台 上面呢就是海盜隊每一次世界大賽冠軍的故事 PNC Park外野空間 也巧妙地融合了河畔的景色 提供了不同的設施 滿足不同年齡層的需求 不論是你想要來這邊小酌一杯 還是有小孩想要爬上爬下 都能找到屬於他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好 讓我們來看看這座球場的美食 有什麼吧 這是炸雞 這個也是有名的 但其實還是這邊微信 這邊我們在一個酒吧裡面 不過他這個酒吧沒有線 只有在這邊點酒才可以吃東西 外面的也可以外帶進去 然後這邊就是沒有太陽 然後在河邊吹個舒服的河風 好愜意 好 我們點的第一個東西呢 是誰家叫做 Quarter Steak and Lube的 Wonder Sweet 其實有點就是像炸雞塊 好 好吃嗎 不 但是沒有很 肉沒有到很多吃 有點乾乾 然後粉有點厚 好 我要來拆箱我的這個三明治 嗯 是說是 皮脂堡一個很有名的 三明治店 叫Primanti Brothers 的三明治 那你點的是什麼 Pietzburger 牛肉嗎 牛肉洋蔥嗎 跟牛肉跟薯條 喔 然後有點生菜 Pietzburger 好 好 怎麼樣 薯條的味道很甜點 那 我本來還蠻喝酥的 那麵包好吃嗎 酸酸的 麵包軟軟的 薯條酸酸的喔 沒有菜 喔 是菜酸酸的吧 我們還試完了這個 看起來是用電腦自動判斷飲料外觀 來決定價格結帳的機器 不愧是有很多新創自駕車高科技公司聚集的城市啊 這是從我們周圍看出去的景色 可以看到Bietzburger的天際線和黃色的Roberto Comente Bridge 這個位置竟然只要不用50塊錢 這價格真的是太親民啦 Bietzburger的旗子是黑黃黑 所以這邊的球隊都是用這個檢測的作為基底 雞呆 清燒 好你覺得今天的比賽怎麼樣 來看 就是那個釀酒瓶在打 還不到沒有什麽發揮 到現在還是五彎打 其實的應該是日本 四局五彎打 對啊 那也還好 覺得最厲害 樓梯做的好漂亮 我們要從這邊上去二樓看看 哇 從二樓看才更可以清楚的看到 鐵橋跟Downtown的景色 好我們現在到了外野 就是基本上是外野的最上面 左外野從內野延伸到外野的最上面 在左外野有一個神秘的Lounge 完全沒有開 不過它的外面呢 還是有在 可以讓人過來坐的 外野的一個休息小區 感覺像在公園一樣 找到最後一尊雕像了 這座雕像是Bill Masroski 他在1960年的世界大賽 集出了史上唯一一支 第七戰的載劍 全雷打擊敗了羊姬隊 那支全雷打 飛越了海盜隊老主場 Forcefield 406英尺 左外野的牆 而那座牆也被保留了在這裡 離開球場了 現在大概九點半 比賽進行到必須下半 然後現在比分也懸殊 所以就一如棒球巡禮的傳統 提早離場 因為我們都比別人提早了兩個小時就來了 看著P之堡當趟美麗的夜景 吹著舒適的和風 我們結束了這次輕鬆愜意的球場巡禮 對於P之堡人來說 棒球比賽 似乎就只是夏天晚上 河濱公園旁發生的一場歡樂Party呢 所以雖然自己支持的球隊 以雙位輸的分差大比分落敗 大家似乎也就不太在意了